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十章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不义之才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守懒的要受贫穷 守勤的却要富足 夏天聚恋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之子 福指临到义人的头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 口里愚望的必至倾倒 行政治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必至败路 一眼传神的使人忧患 口里愚望的必至倾倒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背上受刑账 智慧人积存知识 愚望人的口素质败坏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义人的勤劳至生 恶人的尽象致死 谨守训惠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为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隐藏怨恨的又说谎的嘴 口出缠棒的是愚望的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异人的舌乃似高银 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异人的口教养多人 愚昧人应无知而死亡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愚望人以行恶为戏耍 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暴风一过 恶人归于无有 义人的根基 却是永久 懒惰人叫拆他的人 如醋倒牙 如烟熏木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 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 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 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义人永不挪移 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 乖谬的蛇必被割断 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 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乖谬的脖子 乖谬的脖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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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